各位考生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 下面尿道跟男性生殖系统的疾病 首先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 阴晶的一个上皮内的一个癌变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磷状上皮细胞的一个原胃癌 它是一个原胃癌 Casinoma insight 2 所谓的Casinoma insight 2的话 原胃癌它就是 它的这个益生的这个细胞 它没有穿破那个基底膜 没有穿破基底膜 所以它还不算是癌症 好 那它总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的话是跟这个HPV有相关的 那它也叫做这个未分化的PN 那还有一个是跟HPV没有相关的 那没有跟HPV有相关的 它就是比较有分化 那这未分化的呢 它主要的话 它是会有更恶性的一个细胞来组成 那通常的话可以看见 有两种不同的病变 那第一个的话叫做波恩痴病 波恩痴病 那第二个的话是叫做波恩痴症病 波恩痴症病 波恩痴症病 那这两个的话 它们基本上都是跟HPV的16 是比较相关性 好 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波恩痴病 波恩痴病 波恩痴病 它其实就是Casinoma insight 2 就是原胃癌的意思 它比较常影响到的是 老年男人的一个阴晶干 还有这个阴囊的地方 好 通常的话 它是由这些发育不良的一个 领状细胞所组成 好 那通常的话 看起来都是 颜色都比较深染不规则的细胞核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左边这边 它这个深染的细胞核都非常的多 那你看它是从最底下这一层肌底膜 一直到最上面的这个角质层 它是整层 整层都被这些dysporastic的一个 益生的一个细胞 所组合而成 那里面的话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 有四分裂的情形 它基本上有10%的这类型的病人 它最后会得到这个 这个领状上笔细胞癌 就是轻盘型的一个领状上笔细胞癌 好 再来的话 第二类是这个波纹样丘整病 波纹样丘整病的话 主要的话是在一个性活跃的一个成年人身上 好 那它的表现的话 通常都是多发性的 一个红棕色的一个丘整的一个病变 好 通常的话它都是会自行消退 所以它的预后相对来讲 当然就是比较好 好 考题的话就是考说 诶 阴经的一个领状细胞瘤 及全区病变 跟哪个病毒最有关 那当然的话就是HPV 尤其是HPV16 好 波纹底液子是夏里尔泽尊确答案是A 就是原味 它不是过敏反应 下面这个都是错的 好 再来的话 我们介绍这个睾丸的肿瘤 睾丸肿瘤的话 它的发生率的话 基本上在男生癌症不到2% 那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肿瘤 可是它比较常发生在年轻的男性 就15到34岁之间 那通常的话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这个生殖细胞瘤 那占了95% 一类是非生殖细胞瘤 那占5% 那这是那个教科书上它的那个表格 那我是把它全部都帮大家就是尽量翻成中文 那基本上大家就看红色字的地方就好 那它有分成这种叫做 来源自这个原味生殖细胞瘤 形成的这个生殖细胞的肿瘤 生殖细胞的肿瘤 它有分成叫做晶圆细胞瘤 Seminoma 那还有这个胚胎癌 还有软黄囊瘤 还有绒毛膜癌 还有这个肌胎瘤 那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性所兼殖的肿瘤 有这个叫做莱迪式细胞肿瘤 跟这个塞特利式细胞肿瘤 好那稿丸的肿瘤它为血因子的话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引导症 还有的话就是可能之前有罹患过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家族史 或者是有这个 噶丸的一个萎缩 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异常 像是这个科林菲特氏症 它主要是在那个染色体上面多一个X 好那我们生殖细胞肿瘤 它是一开始是一个原始的一个生殖细胞 那它由于可能是引导症 或者是有一些遗传因素或者是一些环境的暴露 让它获得一些遗传或者是表昏遗传的一些改变 那慢慢的话它就会停止分化 停止分化之后它又有这个KIT的一个突变 好突变之后呢 可能会让它变成一个原胃癌 就生殖细胞的一个原胃癌 好那等到它最后的话 会有在青春期的一个等倍的一个染色体的12P 12P,P是短臂 P是短臂的意思 就12短臂的地方 那它最后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侵犯性的一个生殖细胞肿瘤 好那我们生殖细胞肿瘤的话 我们把比较常见的列出来 列成表格大概分成五类 那就是seminoma 就是这个晶圆细胞瘤 占了百分之一半 占了百分之五十 好通常的话是三十到五十 所以那它血清的话大概有百分之十 它的HCG会是上升的 那育后的话都是不好 不好恶性的 那它对这个放射线治疗非常有效 那常常的话就是用这个淋巴结 淋巴结转移的表现 那治疗有效 当然它的育后就会比较好 那胚胎瘤的话 它大概占二十percent 那年龄的话大概十五到三十岁 那百分之九十是alpha-phetoporatein 会上升 它一样是恶性的 那再来的话肌胎瘤 肌胎瘤大概占百分之十 那它有两个 就是通常的话是十到三十岁或零到三岁 就是有两个peak 那它通常的话血性的话可能 βHCG或者是alpha-phetoporatein都会上升 那恶性比较多 那软黄囊瘤的话 相对来讲就比较少发生 那在零到三岁 那它是alpha-phetoporatein会上升 那主要就是在这个青春期前 那最后一个的话是这个绒毛膜癌 绒毛膜癌也比较少发生 那最后发生是在这个二十到三十岁的一个父母的那个男生身上 那它的话呢百分之百它的这个HCG会上升 那是恶性的 会容易有血液来转移 那最后育后的话会比较差 那考题就问说一下列合者的这个 关于这个狗丸的一个肿瘤叙述或者错误 那ABC都是对的 ABC都是对的 那C的话 C的话它大部分都是生殖细胞 真的没错 可是它大部分都是恶性的 大部分都是恶性 不是良性 好下列哪一种肿瘤 它最有可能导致这个HCG上升 答案的话是珠 就是绒毛上皮癌 绒毛上皮癌 好再来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前列线 那前列线的话它主要分几个区域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旁光 那这边的话是储金 那这边是摄金管 那在前列线的话它有分成中央区 就是CZ这个地方 是中央区 那还有一个异形区 异形区是更中间 异形区更中间 这是包覆着尿道 异形区 那还有的话还有一个尿道周围区 尿道周围区 那还有一个最旁边 最外面的话 这是周边区 那前列线真身 就是良性的前列线真身 它主要都是在异形区的地方 所以它会影响到排尿的状况 那前列线来的话 它主要都是在周边区 在周边区 在比较周围的地方 好下列合者就是前列线来的话 最常发生的地方 所以当然的话就是这个 前列线的一个周边区 好那我们这个章节就讲到这边 去中间 看看 前列线